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也一定要刺激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过程 埃格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然后币安还有货币 选择OE的原因呢它是在国内叫OE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货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了很多 它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以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谁有好处的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佣卡 其次呢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 可以把您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巴者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刘万系里面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的手机号 填上我们的邮箱就可以来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大家可以先登舞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登舞 好如果正常登舞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他说一下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到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新手朋友根本看不懂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操合起来呢也是很方便 好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或者是微信扫对二维码 然后下载 如果提示被拦截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一个浏览器或者是其他的 基本浏览器的话都是带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 然后直接扫这个嘛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这边在这个电脑上面先登录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回来了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他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录QQ号 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难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你需要海外的ID才能下载他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有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来下载他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 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五块钱 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钱 大家随意变得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 这边有一个登录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 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继续下一个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以前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已经登录上来的 这是我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我们先认证一下 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 大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 像这种东西 偏好设置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银行卡把令上 然后点击这边 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 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会有三个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银行卡 就写 像支付宝 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 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好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泰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它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购购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货币 无论你是美元 英镑 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货币呢就是USDT 出牌了 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 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 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登午上来之后 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 上架 你想买谁的核桃网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会计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片子 这个大众交易大家用到 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会计交易容易匹配到片子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的吧 然后支付方式 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是 识别交易所里面的片子 好 然后呢 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 有它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 有一个四千多单 有一个一万的 我们选择这个一万的 一万多单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它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 呃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两个东西 就是一 二 然后这是三 这三个东西 一定要 这一年以上 这越多越好 这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文文 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G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来这边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 哎 我买两万 然后选择零手机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形式来说一下 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 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属于费 然后点击付款乡情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 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 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明细 帮我们近期像我这种 流水明细给他看一下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他们开户银行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了 然后我给这个6228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这个卧益支付 钱打完之后再点击卧益支付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 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都有保证金的绝对会发货的 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USDT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 一个爱资金账户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我的钱是在资金账户里面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共鸣师词译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可以用了交易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来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刚才给大家说了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税大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 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S 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 是当前这个ETS 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 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非消耗 大家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 你是搜索不到了 谷歌搜索一下非消耗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瑞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 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H 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 ETC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BB 我们点击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 6万亿了 我们想去买 哥哥币 我们看一下这边 有个哥哥币 我们输入DOT 然后选择BB 它就没有变成0.1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 想办以太坊 点击这边 然后呢 这边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 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 这边可用100个USD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 3419USD 好 那我过两天 可能这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 3519USD 好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3419买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一百个USD 好 那我们这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 资金账户 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候这时候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它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 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追踏 点击确链 好 看到没有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这边的OE 然后回到这里 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 孩子选择CRC 这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这个看一看 它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9万多单 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好 选择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余费 出售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 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换成人民币的 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 点击零手余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 我给我们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 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流程 就跑通了呢 这边很简单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所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前端通常是CK应用开发者 接触到的开口语言 CKVM高级语言等 而后端是更接近 322正名声称时间的承诺 等底层密码学操作 其中 作者提到 322正名声称 具有大约100倍的计算开销 并且每个CK协议 都有额外的开销 例如 从体而言 可以说 CK SNARK的额外性能开销 在282摇摇 1000倍的范围内 此外 文章还提到了CK SNARK的其他限制 例如可信设置和内存使用 Marjolus Web的文章测量了一些 CK协议的实际性能 有些基准是针对参数数量的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很直观 然而 在应用中 文章提到 在Valcon用力中 即使使用最快的PointR 仍然需要几分钟的证明 生成时间和数十GB的内存消耗 无法在个人电脑上运行 逼地规和批触力 为了减少证明生成时间 我们可以并行证明规和证明 通常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是批触力 另一种是地规 简单来说 批触力是同时证明一批证明 最后将它们聚合在一起 而地规是在一个证明中验证其他证明 一般而言 地规方法具有更小证明大小的额外优势 一些更常见的聚合方法 包括黑罗尔和恩提尔 它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执行批处理和地规 从而减少了证明时间 除了CK的协议层 CK的应用层也可以有针对性的优化 例如 可以同时使用多个CK协议 SIRF加价 SIRF或者针对宏观采取地规策略 进行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调优 一般来说 这实际上减少了协议和证明分配方面的证明生成时间 在探索新的CK协议时 减少证明时间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C硬件加速 此外 从硬件角度 进一步减少CK应用在物理和节点层面的证明时间 也做了很多努力 首先 与前面提到的新协议一样 CK协议被设计为尽可能对硬件友好 例如HyperQuang Keradon提到 CK的证明生成速度慢 主要是由于涉及大量的MSL和FIP 它们对硬件不友好 导致由于随机内存访问等问题 导致最终证明生成速度慢 对于这些底层加密计算 CK协议需要在它们的组成和规模上进行一些权衡 以使其对硬件更加友好 几家CK硬件加速厂商表示 GPU实际上是目前最经济和可配置的硬件选择 我们最终将有了PGA过渡到SIC阶段 根据CK硬件公司的说法 它们的第一版SIC可以直接减少至少30%的 CK证明生成时间此外 由于不同的服务器配置 将不同的云服务器作为节点运行可能涉及不同的硬件特定优化 Security CK现在的另一个批评式电路代码仍然需要正确 没有话 如果CK协议从健全系统 完整系统 零知识的角度受到攻击 我们将不再拥有有效的CK系统 我们可以在这个链接中看到各种角度的攻击势力 虽然CK应用可以被称为脱了色 但我们仍然需要确保项目的CK协议和应用的代码和架构是正确 区块链领域中存在多种CK错误 例如 由于这个CK电路代码不庞大的问题 Widely 谈到了CK应用程序的多证明者的需求 因此 CK系统可能需要与形式验证的安全工具 或X等其他安全相关工具搭配时 应用程序级别 它需要更多的审计 特别是对于像Shell这样的大项目 扎克伯格的Meta元宇宙令人津津乐道 从2021年10月28日东明之时 元宇宙Metaverse开始在各大媒体集圈内人世间被不断谈论 但在此之外 元宇宙的另一个实力选手依旧刻然在里 扎克伯格一直把他看作是竞争对手 在一次内部的谈话中 表示Meta和苹果的元宇宙竞争是一场德学和思想的竞争 苹果如何定义元宇宙 它和Meta的元宇宙有何不同 随着苹果不断更新换代的硬件设备 尤其是F114系列搭载的最新技术 这些事件都让大众好奇 苹果如何理解元宇宙并会做出什么行动 难而逃显设备 苹果对元宇宙的认识首先是谨慎的 体现在对外保持沉默 但从苹果即将要推出的硬件设备 投融资 创新技术 商业行为等方面 可以一窥苹果的元宇宙端倪 2022年5月中旬 苹果公司向其董事会成员演示了正在测试中的混合现实 Mix和LED N2头显设备 根据媒体报道 N2头显是一款一体机式的设备 重量约200到300克 还有2块4K分辨率的MicroLED显示屏 PPN像素密度单位超过3000 当PPN超过300时 屏幕被认为达到了视网膜级别 一般情况下 人眼已经较难察觉300以上PPN之间的差别 该头显能够结合不要虚拟现实 和YR增强现实功能 将用户提供覆盖在真实世界之上的数字内容 也及一个数字化的世界 N2头显还能与iPhone或Mac等其他设备协同工作 N2融合了YR和PiO 意味着N2技术将模糊虚拟与现实世界 让现实世界的物体能和虚拟世界的物体共同存在并及时互动 至于简单的PiR头显设备而言级别更高一层 而目前市场上包括Mac推出的头显设备 都还停留在比尔阶段 苹果在这一块的工作并不像外界猜想的迟迟到 而是早早避影停动 数据显示 苹果筹备头显业务已超10年 从2010年起 苹果已申请超2000向N2的相关专利 投资或收购超20家N2N2业务公司 多年来持续耕耘N2底层技术 从软件 内容逐步完善生态布局 图源 中国电子报 除此以外 相关的商标也已在今年提交了申请 根据商标申请文件显示 3个商标的注册申请已在美国 欧盟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沙特阿拉伯 哥斯达里加和乌拉鬼提交 三份商标申请文件都提到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头显 护目镜 眼镜和智能眼镜 外界猜测 REALT ONE代表第一代 O REALT头显 REALT PRO代表PRO高端反馈 而REALT Processor则代表苹果VR REALT头显开发的专用处理器 这些迹象都显示 NM2头显并不遥远 外界本来期待 它将在2022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将会有到过UDC上亮相 但据说 因为电池问题没有发布 预期将在2023年年后发布 第二眼镜 虽然NM2头显还在来的路上 若一旦推出 即意味着这是苹果首次对外推出的 元宇宙硬件产品 也意味着苹果开始加入Mate 谷歌 微软的元宇宙战局 但相比N1 苹果在耀尔方面的实力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是在理念和认识上 尤为看重 耀尔在元宇宙发挥的实力 库克表示 耀尔是一项与F1一样 具有广阔前景的技术 以后的某个时间起 耀尔会变成像一日三餐那样的平常 会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手机一样 如此举足轻重的技术 在专利方面也很可观 数量超过2000件 从美国专利局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苹果申请的大量 与摇尔眼镜相关的专利 如是网膜直接投影技术 The upgrade 或这颗专门用来处理 轻电可待设备 难以实现 要成像的问题 可变焦透镜系统 从内部音的 Forget the end system 则被用来解决 近视眼使用 摇尔眼镜的问题 这些专利技术 所解决的问题是Mate 谷歌等同行 未曾考虑到 此外 近年来更趋密集的技术专利包括 可识别手势和眼球指令的3D传感技术 渲染AR细致流程 注视点追踪和预设方案 混合式眼球追踪方案 视力矫正 与虚拟界面互动等 在AR涉及的领域上 苹果通过收购或投资与AR技术相关公司超过20价 涉足了仿程芯片 MicroAD屏幕 传感器 和追踪定位的空间生产技术等多个领域 在补局上 苹果AR也相对完整 其提出的Organ Real Decay Real Decon Pover Real Decon WordPress 这个平台 构建了比较完整的 AR开发生态壁团 可以轻松达到完整的AR创作生态 可以想象 一旦AR硬件 AR眼镜推出 结合苹果在服务和内容生态方面具备的优势 通过身临其境的AR体验 可以使得苹果在整个内容生态变得更吸引力 从而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只能指环 如果说以视觉为主的头显设备 AR眼镜让大众在原宇宙中体验时更身临其境 那么以身体动作作为一种交互方式 则让大众在原宇宙中活动时感到更为便捷 苹果在2022年6月21日一份公开的专利中 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技术专利 该专利名为可伸展环设备 为智能指环 根据专利的摘要描述 该智能指环包括立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 观星测量单元 光学传感器 触摸传感器可可用于采集来自用户输入的其他部件的传感器 借助这些传感器 智能指环的控制主板 可以将捕坡的信息传输到相关联的电子设备 用于控制电子设备的操作 相当于电子设备的一个控制中心 也就是说用户可通过游手制 手指发动命令来执行相关联电子设备的部分操作 此前一项名为带有手指装置的计算机系统的专利 可以让用户在观看虚拟内容时 做打字的动作手势来操作 从而摒弃了实体键盘和鼠标这些现实世界的物件 这项专利或融合进智能指环 作为匹配元宇宙使用的交互工具 作为元宇宙的交互技术 智能指环早在2015年便具备出现 当时苹果提交了类似于环众计算设备的专利 描述了一种具有显示器的急于环的和穿戴设备 通过语音、运动和触摸输入控制的计算设备并与之交互 这一专利在2019年10月份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正式收入 据悉 智能指环将作为一种单独货程队的方式 可搭载L-WeR和M2应用的硬件设备 L-M2头显 第二眼镜使用空间音频技术 L-R-Z 苹果更多关于元宇宙的技术 从逐渐披露的消息来看 还有空间音频技术 这项在2021年9月21日随着OS5系统出现的技术有两大核心特点 一是支持声音的环绕效果 二是支持声音对头部动作的跟踪 OS6系统利用其Todef摄像头和神经引擎的强大功能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空间音频设置 具体来说 个性化空间音频就和iPhone的面部识别技术类似 iPhone的Todef相机将从多个角度进行高分电率扫描 了解用户的头部形状和耳朵几何形状 并使用新的iPhone法为用户动态调整空间音频体验 iPhone的Todef摄像系统 使用这项技术 用户可体验到全方位的声音环绕效果 并且不受身体动作的影响 可以预见 这项技术辅足了元宇宙在声音方面的办法 相信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 一个拥有视觉 触觉 听觉的前期元宇宙体验却将随之出 元宇宙操作系统 从苹果的各项技术分布来看 它在元宇宙各个领域是广泛设计的 虽然库克着眼于当作 从于而的角度出发布局苹果的下一个时代 但苹果的种种行动 都抵挡不了外界对它的猜想 比如软件开发者在FSO上传的日志 和苹果使用的DTOP仓库中 发现了多次提及的Code RealityOSCode的代码 从曝光的信息来看 RealityOS有可能是苹果打造的 新的元宇宙操作系统 将会在苹果推出其第一个 NR头显设备时搭载使用 苹果打造增强现实 和虚拟现实生态系统的第一个迹象 是在2017年 彼时彭博社表示 苹果正在开发一种名为 OOSC与OSC的新操作系统 该操作系统专为增强现实而设计 而今年BOTOS上标在多国的注册 都让这一操作系统的问世板上钉钉 这也意味着这是苹果在推出 OSCodeOS WatchOS TVOS NICOS之后的全新的一条产品线 据悉 随着NR头显设备的即将推出 苹果对OS EOTOS 现实操作系统的研发也在加速进行动 是以明朗的形式可以预见 如同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 OS搭载的工具 未来OS将会搭载苹果的各个硬件设备 形成一个苹果对原宇宙壁画 以当前苹果的理念猜测 结语 从操作系统到各类硬件设备 是否因此就可断言 苹果对原宇宙已经成形并呼之欲出论 在时代周刊对库克的宝谈中 问及除苹果之外 展望整个科技领域 有哪些让他感到兴奋的地方 库克表示是人工智能 并称人工智能已经出现在许多人们根本想不到的产品中 比如Fone手机、Face ID、Touch ID、照片识别 思理语音助手等等 表示人工智能无所不在 可以帮助人们更轻松地生活 但这还只是处于早期阶段 我对增强现实能带来的东西感到非常兴奋 这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叠加 而且不会分散你对现实世界的注意力 而是增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从主流的技术角度看 元宇宙包含人工智能技术在内 库克选择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理解这一波技术潮流 表示显然有不同的说法 我就不提那些流行语言 我们称之为增强现实 但我对这些东西都感到超级兴奋 我相信科技可以给世界带来很多好处 作为苹果团队的带领者 库克认为 廖儿真正放大了技术对人们的价值 而不是封闭现实世界 从现实到 科技便利每一个人的角度探索元宇宙 这是苹果的出发点 也是它不同于Meta 微软 谷歌的地方 外界对苹果的赞赏表现在许多方面 比如隐私保护 开发为少数不方便人群使用的功能 着重绿色环保 开发众多创新功能感 可以从这些地方 看到苹果对外传达的理念 元宇宙目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 谁都可以定义 苹果选择了从科技利好 实际出发的角度 进入这一波技术逃流 也许 当库克说我本可以时 可以肯定的是 一支庞大的苹果工程师团队 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凭借这一实力 或许很快就会实现 数字藏品是当下最火爆的 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之一 产业的野蛮生长 也蕴藏诸多隐患 本文以数字藏品的版权保护为期入点 讨论基于主子链架构的 数字藏品合规发行解决方案 以其为数字藏品产业的良性发展 提供一些思路 随着Nabotop 沙徒 燎原等海外项目的成功运营 数字藏品逐渐引起社会关注 并在互联网迅速播报出现 2021年 数字藏品在国内快速发展 截止今年5月 国内数藏平台已超过330家 大量的博物馆 演艺集团作为版权方 也在各大平台上发行自家数字藏品 报告预测 我国数字藏品交易市场 将在2到3年间达到500到800亿 数字藏品快速发展的背后 对于原创作品的版权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国家已重视极容易滋生侵权行为 2022年4月20日 杭州互联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 某科技公司新派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并当评宣判 该案是我国数字藏品侵权纠纷 审结并公开宣判的手案 法律法规的明确和完善确实可以对数字藏品的侵权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但更多属于事后约束 针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杀核是一种事前约束机制 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侵权行为起到预防作用 然而 两者都无法在侵权行为发生之时进行适中约束 为避免上述违法案件再次发生 一种穿透式的动态约束方案成为题中应有之一 我们设想建设一条国家级的数字藏品主链 该主链的定位是约束全国的数字藏品平台 夏文统征数字藏品子链 潜在的侵权发行行为 基于此定位 一方面数字藏品主链可以同步数字藏品子链的数据 用于数据审计 另一方面 推主链可作为版权取权链 可对未经版权作品原创作者授权的 数字藏品作者授权的数字藏品发行行为起到动态约束作用 具体而言 数据审计首先 设想赋予数字藏品主链 构建链上清洁点的能力 链上清洁点类似于区块链节点的客户论 通过连接子链节点同步其区块投数 达到获取审计数据的目的 此方案的审计思路从区块链底层出发 可兼顾审计数据获取的安全性和性能 但也存在两个不足之处 考虑到全国数字藏品平台呈现易购多链格局 因此该方案无法满足全面的审计场景 针对上述方案的不足之处 我们设想由区块链服务平台iPhone1 部署易购链的先款节点 加入数字藏品辞链 同步数据用以审计 易购多链是产业区块链的基本格局 易购链的高效对接是区块链服务平台的基础能力 企业由于部署的是全节点 可全量区块投加区块地 同步数字藏品辞链的节点数据 审计数据完整 那么在获取到链上数据后 如何展开审计分析 区块链一般将产生的状态数据 以建制对的形式进行存存 这对于数据审计需要的结构化分析造成障碍 区块链服务平台 可集成专业的链上数据结构化解析 统计和分析平台 极大降低链上数据的审计门槛 动态约束 然而 上述方案在侵权行为发生时 作为数字藏品主链的监管方 也仅能审计到包含违法违规内容的链上数据 而无法进行干预 本质上也是一种事后约束 如何做到真正穿透式的动态约束 设想一个场景 为帮助数字藏品平台方更好地进到事前审核注意义务 规定发行方在此链发行数字藏品前 均需先通过审核 平台方从数字藏品主链上确认数字藏品的权属关系 或者授权关系合法后 再同意予以发行 这样就能做到动态约束 我们以授权关系的合法性确认举例说明 数字藏品发行方 如何向平台证明要发行的数字藏品 是经过原创作品作者授权的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 原创作品的授权和验证 主要通过可验证声明来完成 可验证声明是分布式数字身份区块链上的 唯一身份标识 此例中我们假设用户都以各自在主链和子链上 完成分布式数字身份的注册里的概念 它是一种数字证书 是一个数字身份 给另一个数字身份的某些属性 作背书而签发的描述性声明 并不将自己的数字签名 用以证明这些属性的真实性 在此例中 可验证声明由原创作品作者 签发给数字藏品发行方 具体内容如下 可以看到 可谓名剖中的预红及原创作品作者 预红的Value是其在主链上注册的数字身份 账户地址 Sugic中的Holder及数字藏品发行方 Holder的Value是其在子链注册的数字身份 账户地址 在Sugic中包含属性 Divirity 字段 在此例中 属性可以是原创作品的唯一标识 比如作品名称 作品哈希 作品数字指纹等 Sugic创是原创作品作者 使用自己的私钥对可 Amin for an Sugic进行的数字签名结果 当数字藏品平台方 接收到数字藏品发行方提交的 可验证声明后 可以从数字藏品主链上 查询到KV的公钥 使用公钥完成对可验证声明的眼线 如验签通过 则证明这份可验证声明 确实由原创作品作者先发 从而完成作品授权关系的确认 对数字藏品发行予以放弃 然而 不难发现 在这个流程中 授权关系的确认 仍存在人工审核的漏洞 如果数字藏品平台方 和发行方抗计一切 仍无法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的案例 就是由于数字藏品平台方 为履行更高的事前审查 国民意的统治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在方案中引入跨链能力 不与主子链互操作性 当数字藏品发行方 提交可验证声明后 得自动复发可验证声明的验证流程 实现授权关系的自动化确认 具体流程如下 如上途所示 可验证声明的验证逻辑查询功能 数字签名验签等 由数字藏品主链的智能合约实现 数字藏品子链和数字藏品主链间的交互 由一条中继链统一中继 当数字藏品发行方提交可验证声明后 经由中继链中继 实现对主链智能合约的跨链出发 完成可验证声明的验证 跨链的互操作的交易 统一在中继链上链上存证 便于跨链多方的联合透明审计 上述过程自动化完成 中继链 跨链网关和跨链合约等 由监管方统一部署管控 数字藏品平台方无需也无法介入 数字藏品发行方 则可实时获得是否允许 授权发行数字藏品的反馈 数字藏品授权发行的动态监管约束 可以真正实现 设想十分美好 但从设想回到现实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藏品发行的动态约束 在实际落地过程中 会遇到层层阻碍 作为原创作品作者 作为主链的管控者 则需要面临最大的挑战 任何解决方案 如果仅停留在设想 就如空中楼阁 无法产生现实价 前文提及的数据审计问题 我们提到可以通过区块链服务平台 来部署一个链接点 实现高效的链上数据结构化审计 而针对上述提到的动态约束落地问题 同样 可以基于区块链服务平台一览子解决 数字藏品管控前台 为了满足原创作者 和数字藏品发行方的素材 我们还需要构建一个数字藏品管控前台 数字藏品管控前台 拥有对主链和子链的访问能力 原创作品作者 可以在前台注册数字身份 申请原创作品确权 以及签发可验证声明等 数字藏品发行方 可以在前台注册数字身份 提交可验证声明 以及在授权验证后发行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管控后台 在结合管控者的诉求 我们发现还需要构建一个数字藏品管控后台 在区块链层面 数字藏品管控后台 拥有对底层区块链主链 子链 中级链等的管控能力 同时提供满足运营 运维 开发和审计等场景的通用能力 为监管者在全国范围内落地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藏品监管方案 扑平道理 扫清障碍 上述提到的数字藏品管控后台 及区块链服务平台 随着产业区块链的稳步深入推进 由政府牵头的 城市及区块链基础设施 正成为新基建的关键一关 如果由地方政府牵头构建监管主链 将各伪办局的行业链作为业务图链 我们发现 文本介绍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藏品 动态约束方案 同样是用于城市及区块链基础设施的 套件和落地 同时也需要区块链服务平台 作为同一管控平台 深度复劳 有观点认为 合规约束是一把双刃剑 力度过弱 可能造成产业的野蛮生长 力度过强 可能把新兴产业扼杀在摇篮中 或者靠近 双刃剑比喻的前台词是把合规约束 当作产业发展的对立面来探待 作为未来价值互联网的新型基础设施 产业区块链的发展对于国家的战略意义不言而语 要发展 更要可持续良性发展 合规约束本身不是应该批判的对象 或产业发展的障碍 要约束的那些问题才是 如果没有约束 产业区块链的发展进程 将被由此印发的问题所吞噬 笔者认为 产业区块链的合规约束 应在产业初期就融入顶层设计中 也是产业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基于主子链架构的 数字藏品合规发行解决方案 是将合规深度融入产业的最佳范例 可实现产业发展和合规间的动态平衡 引导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作者 Colin Wu 本文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 不对任何经营与投资行为进行推广与备数 警督者严格遵守所在地区法律法规 按照香港证监会的最新要求 持牌平台营运者 独有一项零售客户提供虚拟资产 一应确保所挑选的虚拟资产 属于合资格的大型虚拟资产 并符合下列特定代币纳入设计 合资格的大型虚拟资产只或纳入 由至少两个独立指数提供者所推出的 至少两个获接纳的指数中的虚拟资产 该指数应是可供投资的 意味着有关的成分虚拟资产 应具备充足的流通性 该指数应以客观方式计算 并以规则为本 指数提供者应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 及技术资源 以便建筑 维持和检讨指数的编制方法及规则 持牌平台营运者应确保 在两个指数中至少有一个 由在发布传统非比拟资产金融市场的指数方面 具有经验的指数提供者所推出 例如曾推出或证监会认可指数基金跟踪的指数的指数提供者 根据TSK统计 目前五个主流传统机构推出的指数 其中排名独表格内记录 比特币BTC 以太坊ET系录在所有的指数中 排名第二的是莱特币LTC与波卡达特 有四个指数列入 排名第三的是比特币现金 BCH SAL 有三个指数记录 排名第四的是 Codama Volish Polygon 和Chainway 有两个指数记录 除此之外 EOSB NBSTOP 对于TC Excel Uni 等也被记录一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多大指数也会随着行情变化而有所增结 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证监会强调的是 只需要被纳入一个传统指数 也就是说 上述被纳入一次的均有机会 因为例如 Quandex推出的指数中 包含就比较广泛 包含了28个加密货币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分类的 例如 DeFi娱乐智能合约平台指数的 打铺 离开 一 Michaels 二 出神 出神